要放下执着心 就要领悟 推移人生的意义 人生只是一场 灵修的过程 生活中所呈现的一切 只是我们感受中的体验 当中的体会 只是帮助灵魂 通过在生活中 各种磨砺的考验 从而令心智 活得成长的过程 只要你能够接受当中的含义 自然就能够放下执着心 用一体思维的方式来生活 你将会领悟到 人生中一切的 虚拟真实的景象 只是灵魂在体的显现 而所谓的我 只是通过内在的感知功能 和外在忍行的共鸣 衍生信息的组合 进而形成自我意识 显然的发生 它只是一个拥有寿命和生动 并且能够看到 体验和享受生活的智能个体 实际上一切只是 虚拟记忆讯息的累积 从而显现真实感受到的虚拟实景 我们下一个拥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